天主教教宗方及格谴责以色列 持续轰炸黎巴嫩和加萨 过度使用武力不道德 方及格强调即使是战争仍有一定的界限 防御禁攻必须符合比利而非不成比利的攻击 方及格同一天重申反多他立场 被问到比利时一所大学 师生批评他保守时则表示 那些都是头脑愚昧又不愿意宽容讨论的人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